全明星运动会4红队于晨兴 在上上周播出的内容中 因为中场休息时 打断江洪姐讲话被网友们炮轰 也被质疑红队内红不合 对此同队队员Yuri 透露自己也曾经被他惹老过 表示于晨兴就是一个大直男 讲话比较冲 他会说你现在就是要怎样 因为他是专业的运动员 以前就习惯这么直接的训练 但我们很多人都不是运动员出身 所以没办法接受 随后说到有次练习排球 当天状况不好 怎么都接不到球 于晨兴就会开始唠叨 告诉他哪里做不好 自己就会好好跟他说 我知道了我需要消化一下 他也会及时发现 我哪些地方要修正 会给予知道 大家也都知道他是好意 可以解决的 我跟他喜欢人都 在哪里做不好 我可以解决他的 经许德团队员 最后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